有妇人投诉在西罗的转运站停个车 要带小朋友上厕所 这偏偏厕所的位置就在转运站前面 这对母子呢 却被逆向平方的计程车问奖 给当街赶走 而这台计程车根本没有营业登记执照 还私下违法载客人 让投诉妇人相当抱怨恋恋 客运转运站赶到公厕前面 临时搭的棚子 挤压到停车阁 民众停下车要让小孩子上厕所 反而被无罩的计程车直接赶走 就是在这里暂时停车 要让小朋友上厕所 但是却被不是黄色 也没有执照的违规计程车赶走 这些自用小客车 平常就在云林西罗的转运站前 私下载客 看到警察来赶快下车装没事 这些无罩计程车停在公厕前 民众要上厕所停个车 还被霸占车阁的司机当场赶人 这边是临时的客运车站 那这边规划本来就比较没有那么完美 在看到明明这条路行车方向是往北 不过这四台无罩小黄 为了挤在出入口 抢刚下车的客人 全都违规逆向停路边 民众客运计程车都要挤这里的停车阁 不过场上的厕所还被赶走 看到这些逆向围停的车辆 民众只希望警察出动 好好管一管 追逐江南景云林采访报道 自然而言 小鹹 为了挤说